HELLO 了世紀 天野弄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伯昆帝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式選擇的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村民的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駱駝也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而且還可以升為帝王駱駝這個單位 帝王駱駝也是駱駝的最頂的駱駝單位 就是他的天花板 這樣講才對 那這個天花板基本上 只要出遊俠或是馬舅單位 甚至馬功之類的 都可能會被帝王駱駝給暴打一波 所以印度斯坦算是天生的馬國克星 印度斯坦人除此之外 他也可以打步兵 打這個寶兵古拉姆 古拉姆本身是遠方比較高的 比較擅長克制工兵單位 所以他需要遇到針對對方攻兵單位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古拉姆 那遇到對方步兵單位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印度火衝 增加自己的火槍兵的射程 讓他自己的火槍兵變成 高達9點的火槍射程 非常遠 所以印度斯坦人本身來說 也算是個全能性的文明 基本上全部都能打 而且弱點並不太明顯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紅方的文明 紅方是選擇了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 黑暗時代就可以研發一級農一級木 封建時代也可以研發二級農二級木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研發經濟科技的升級 而且伯根地人因為沒有品種的關係 雖然他有遊俠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 遊俠只有160滴血 這點需要注意一下 但是伯根地人的遊俠升級是半價的 正確來說 是他的馬 最後科技全部都是半價的關係 不管你要是升這個 輕騎兵的升級 或者是重裝騎士 都很方便 那比較特別一點 是他在城堡時代時 就可以升級為重裝騎士 所以讓他到城堡時代時 比較會有威懾力一點 尤其在團戰當中 就會發現這個城堡時代的伯根地人 非常難纏 尤其是在阿拉伯這張地圖 團戰來說 伯根地人的重裝騎士 是一個很難受的存在 一定要有駱駝 或甚至這個 印度斯坦人或是 趨德羅人的駱駝 才有可能 克制得住 這個伯根地人的 重裝騎士的壓制 好 那 稍微 就介紹到這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伯根地人 左邊 有這個金礦 上方有果子 那下方呢 是有石頭的 那整體來說 看起來還算不錯 但比較有問題的是 他兩個墓區都在正前方 防守前方 會比較需要花點心力 後方是有木頭 但有點偏遠一點 那地圖評分呢 可能只有 大概三四十分吧 甚至可能高點五十分而已 至少沒有合格 雖然果子在後面 但是要考慮到墓區的問題 還有黃金礦有個附近在前面的問題 另外一個在非常遠 在右邊這個地方也是開闊地形 整體而已 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防守區域位置 所以 這是我給他不合格的一個原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 這邊的一個墓區 看起來就還不錯 有三片墓區 但這邊有點遠 應該是不會跑到這裡挖木頭 那這邊這個地方 就稍微小微一下 基本上來說 防守會比 伯根地人 小微來說的情況 會更簡單一點 就可以這樣 微微微微微 這邊微一下 這裡微過來 差不多了 但這邊也有個缺點 後面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源 連木頭都沒有 非常的慘 但好消息是 他的附近就在後面而已 有個附近在前方 也不到正面的位置 比較慘是他石頭 當然印度斯坦 石頭也不是到非常非常重要 畢竟他的寶兵 打伯根地人 並不是這麼常見的一個選項 所以 不是遇到攻兵國的話 石頭在前面 我覺得是還OK的 那地圖評分呢 大致上 也只有50分或是60分 勉強的話有及格60分 主要是因為 主要資源都在後面 但是木頭的分布 其實是有點偏爛的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 封建時代選擇 要怎麼打吧 好 目前看到 勃根地人已經拉了大概 九升去伐木 那這邊呢 那個是印度斯坦 這邊看到勃根地人 這邊是石木 兩邊有個細微差距 九木跟石木差距不大 有人會說 八木可不可以 八木也可以 但是這個算是極限配置的部分 應該說比較會有這種 空險的木頭 拿去做一些轉兵工場 或是射箭場的動作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還是九到十木會比較好一點 自己的配置或是打法 會更有彈性一點 不太會有那種 轉不出來的問題 而且自己撒農田的速度 會再更快一點 好 那來看到這邊 馬舟已經下落 印度斯坦這邊下了一個馬舟 準備要來打肉馬了 肉馬開始按 然後勃根地人 這邊也是轉肉馬 這邊也是先按了一隻槍兵做防守 那我會比較建議 大家們在肉馬對決的時候 槍兵的話是一定要按的 那要按幾隻 就取決你的自願點分佈為多少 像這邊木區跟木區還有果子 你就派個一個槍兵 一個槍兵 分散 然後用巡邏方式 讓他可以有即時的去反擊對方的肉馬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 直接拉了一隻槍兵 幫忙下圍牆村民 在圍牆已經圍好了下方這個位置 上面這邊再圍好就OK了 那好像沒有看到上方是有洞的喔 村民直接原地返回 啊完蛋了 這時候MBL可能覺得 完蛋了 這邊這麼多肉馬還有槍兵過來 打穿不穩了 應該還是有看到 但他這邊已經用肉馬 純純運動到了後方 那後方的部分 博恩地人已經圍好了後方 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看到後方有三隻肉馬已經衝了過來 長江兵開始戳 肉馬衝過來 趕快先把果子去的村民往後拉 村民沒有機會被騷擾到 這邊再想尾個木牆 再來不及 手速不夠快 而且右邊還有一個洞 總共有兩個地方有洞 所以這個就算敲下去也來不及了 好 但這邊有槍兵過來救一下 但應該會不會拿下一村 哇 MBL 直接被手殺了一村 有點慘 這邊是MBL出現的一個防守漏洞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是因為他這邊槍兵太多 而且他這邊肉馬也是在想要騷擾當中 這一波肉馬衝過來 先讓他的手速去控這隻 果子區域的村民 導致下面這邊的村民來不及為危強 這個是有點他自己疏忽吧 MBL你都已經看到這邊有肉馬溜進來了 但是卻沒有即時去圍自己吃暈點 或是去按槍兵出來防守 或者是他已經有按槍兵出來防守了 只是這個生產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採出來 所以才出現這種小小的miss 好 但封建時代被拿一村 其實有點傷的 因為這一村如果有活下來的話 你要想他從封建時代 到帝王時代這段時間 才算的支援 大概是幾百 甚至是幾千支援的 都有可能 一隻村民的力量就是這麼的強大 如果時間打得越久 當然可以採的支援就越多 所以黑暗時代被抓到村民 是一件很慘的事情 當然封建時代也是 當然封建時代也是 好 那沒有關係 普根地人這邊沒有再繼續發動進攻了 沒有補下射箭場 而是直接要來轉到城堡時代了 但他這邊肉量非常極限 我剛剛講完就 好 剛剛講完就補了一個射箭場 這裡看起來是要繼續進攻了 好 那MBL上方這個木槍還是沒有維好 上方的防守區域還是有點壓力 但下方已經維得差不多了 那這邊就要趕快繼續按自己槍斃做防守 然後如果有去偵查看到射箭場的話 自己要找個機會補個射箭場 那我會比較建議有射箭場補在這個位置 不過可以補在高地是更好 但這個位置有點太遠了 補在這個位置會好一些一些 因為稍微可以讀口一下下 但這邊村民就會有點危險了 好 那當然也可以選擇這個位置 就是要看MBL怎麼選擇 因為其實射箭場跟馬舅的位置 也是蠻關鍵的 好 這裡補了一個兵工場 但是支援量已經快要點到城堡時代了 MBL這邊想要偷機 不點不下這個射箭場 所以待會工兵過來 可能會有點小小受傷 因為伯根地人這邊其實下的射箭場 是會突到他上城堡時代的這個timing 這個時間點會稍微慢了一點 所以我不確定他這邊轉弓箭手 會不會騷擾到一點東西 感覺是可以的 MBL家裡東西防守並不多 而且也沒有射箭場 好 這邊時代馬上按了下去 但是木頭量沒有辦法去補 射箭場出來防守 這邊槍兵數量重多 可能要按更多槍兵出來檔才可以 但MBL這邊沒有繼續按槍兵 只有按... 按了幾隻肉馬 槍兵沒有繼續補 這邊直接用村民去做互打 但這個也是對手想要的效果 只要讓MBL村民過來打架 就可以損失這個採集支援時間 後面再繼續騷擾 結果有一隻斗粒也直接被收掉 但這邊兩隻斗粒還是抽掉兩隻肉馬 肉馬回來回救一下 直接第一時間擊殺掉了伯恩帝的前方肉馬 但後方肉馬還有兩隻 但這兩隻肉馬血量有點殘 應該是可以馬上反擊 但是直接抓到MBL殘血的村民 又被拿下了一村 MBL這邊直接連續被塗了四村 太慘了 MBL被偷的經濟有點多 好 現場不在左邊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都可以 原來這邊是敵人過來的地方 但你也不能離城中心太遠 不然你弓箭手一出來就會被打 好 這邊稍微戳一下 哎呀 來不及 戳到一槍 再戳一滴 OK 殘血 後方弓兵人過來了 前方的長槍兵可能擋不下弓兵的傷害 這裡MBL要趕快轉出戰毛兵 甚至趕快再補一個馬舅 準備來打這個駱駝 好 MBL這邊直接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哇 這個補得非常及時 那這個馬上補城鎮中心這件事情 昨天我跟阿神在打單挑的時候 也有給阿神這個建議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觀眾 或是就算有玩CD紋 就是注意這個細節比較少 就一上城堡時代 自己這麼快防守不住的時候 趕快去下城鎮中心 進行防守 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MBL也是這樣做 馬上開始3TC 用這個城鎮中心防守 然後再轉出自己的戰毛兵 或是騎士 或駱駝做反擊 會更好一點 好 目前看到 博文獵人這邊上城堡時代 還有一點時間 現在肉量裁鋼 將即時上去 好 目前看到印度斯坦 這邊沒有轉駱駝 也沒有轉戰毛兵 那為什麼是轉駱駝 這是騎士喔 因為印度斯坦沒有騎士 所以騎士這個時間點 要好好克制對方這個搭配組 出一隻駱駝去追弱 然後直接轉戰毛兵 來打這個工兵 或是槍兵都可以 當然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是ok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戰毛兵 因為你已經有射箭場 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MBL也沒關係 他的有3TC 開始暈轉 防守的問題 現在問題已經不大了 看這裡一收穿 墓區就可以好好防住 這邊雖然被控了射箭場 但這裡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毒泡一出來就ok 泡一隻駱駝來防守 落馬來打工程器 這邊就可以守住了 這邊射掉 搞定 那普根地人 這邊轉出了地龍斯坦之後 點下了二級農二級墓 一級的蛙金也點下了 該點的經濟科技都有點 而且這邊轉的是雙射箭場 直接來打一個奴兵開局 那這裡是印度斯坦 一個比較難解的問題 因為印度斯坦 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對於奴兵的解法 只能用戰毛兵跟古拉姆 但他的石頭 目前是被遺漏在外面 他的腹石也是在外方 所以要轉出古拉姆 是不太好打的 那其實這個搭配 直接轉出大量古拉姆 去串燒這些單位 就很快就可以打贏了 那如果沒有辦法進行串燒的話 印度斯坦 這邊可能直接用這個奴砲 再配上一些投石車 然後一些弱頭在後面防守 還有一些老頭 後面招牆對方的騎士 可能就是可以擋下這邊的操作了 雖然沒有辦法正面完全打贏 但至少防守上來說 暫時可以用這些兵種搭配 去壓制對手 然後自己趕快轉出更多的村民 打出這個經濟差距來 那目前經濟差距已經打到了63對44村 村民差距約為 大概快22村有了 再差個兩村就22村了 哇 那這個村民差距喔 有點大 那經濟效率來說 火焰地人這邊 運作效果還是比較好 72%工作效率 那 那 印度斯坦這邊只有64%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伐木場 沒有繼續往前補 這樣經濟會更好一點 而且人家有惡農惡莫 還有這個輪走技術的觀術 所以這個工作效率 本來就會比印度斯坦這邊好一點點 那看到這邊 奴賓大量走到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真是個問題 問題高地 這邊直接進來 騎士想要衝進來嗎 老頭過來看一下 但也沒有第一時間上前喔 這邊老頭上前 有可能會被奴賓 已經給點掉了 所以老頭還是要找時間 去招翔對方騎士喔 不是說想招就招翔 OK 看到奴賓直接收到城鎮中心裡 MBL的反應速度非常快速 後面修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進行高地工程喔 這個高地要是拿不下來 MBL可能會很受傷喔 因為這邊可以高達D 進行 工程 工程器製造所 打這個城鎮中心喔 會很麻煩 這邊奴套串燒 並沒有串燒到 好 第一時間招翔 但是老頭被點掉了一隻 只成功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剩下後面一台奴炮 也來不及修得起來 好 但是好險喔 這邊的奴賓 數量已經被消減掉了蠻多了 目前看到這邊才是 先行投死機 好這裡補一個房子 不確定是 要幹嘛 可能是要拉房間 村民往後拉喔 順便蓋個房子而已 好著想一下 有機會嗎 那MBL現在要打回去的方法喔 也可以考慮這邊再修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因為如果這邊再修一個的話 對方就不敢直接走上這個高地喔 甚至靠近這裡都會有點畏懼喔 因為一出來你就有這個高達D的優勢喔 所以如果這邊修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會拿下一點高地優勢喔 好這邊修了一個 城鎮中心 這邊投死車沒有看到 如果這邊突然砸城鎮中心可以瞬間收掉 但這邊優先打的是後方的奴炮 但這邊騎士數量有點多囉 六隻騎士上前 攻擊的是後方的奴炮 老頭這邊後面直接被攻擊 來得及收進去嗎 來不及 後面還在進去逃跑當中 哇兩隻老頭直接被擊倒 好 MBL這邊經濟太偷了 那佛根地人這邊也是轉出了3TC 好 這邊 駱駝直接回來 要不要回救一下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沒有辦法像MBL這樣子提前直的 所以他這邊去修城鎮中心 絕對是不知道後面有這麼多建築物的 那如果他那時候直到的話 他肯定會在這邊修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不然 這個高低被踩住 要反擊回去很困難 那印度斯坦這個文明 他有這個救贖思想 但是現在黃金礦一直要被控的關係 現在要反擊拖著車回去 其實是很困難的 好這邊出來偷偷挖石頭 是把這裡封印住 然後用駱駝加騎士去防守正面的位置 但上方的村民已經被騷擾到囉 好 駱駝直接過來 噢 伯根蒂這時候要前壓寶 想要壓在正面這個位置 後方的駝駝車用駱駝去解掉 正面駝駝車過去打個一發 老頭繼續招降 但都沒有招到一定可惜 反正是伯根蒂能招降到了一隻駝駝 但又把這個駝駝也招回來了 OK 沒有問題 好 伯根蒂能這時候決定要再上方 啟動城堡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石頭沒有辦法正常挖 但後方還有再繼續挖還OK 好 那MBL這邊打的有點像是VIPER這種 反手反擊的打法 所以並不會看到MBL大爆兵想要立刻反擊 而是升到地龍時代 轉出更大量的經濟 好 再進行做一個反制 好 頭駝車砸一發 哇 大量工民直接被擊倒 好 但是這兩台頭駝車也逃不掉了 欸 頭駝車下面這個逃掉了 還行 好 用剩下的駱駝去解掉後方的頭駝車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好 馬上補下右邊一個城堡 但印度斯坦這裡並沒有把這個資源存起來 而是直接買了兩個城堡 後來直接死守 這邊的領地喔 變成自己的正面軍隊喔 已經完全消失殆盡 不趕快起城堡會完全守不住喔 哇 本來這個資源喔可以升帝王了 結果 大爆買一波 好 但這邊又起了一個城堡喔 好 植物兩邊騎起來 應該稍微可以擋住印度斯坦 伯根蒂這邊的攻勢 好 那伯根蒂這邊就可以考慮喔 要不要轉一下帝王再繼續進攻了 兩個城堡不太好那麼突破 好 下方這邊石頭旁邊繼續挖 也可以再考慮喔 這邊再補一個城堡 這邊補一個城堡 可以守到石頭之外 還有這個墓區 黃金也可以守得到 下方的防守也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時候伯根蒂人看要不要轉個手推車 然後直接經濟到最好 點下帝王時代 或是先點帝王 再轉手推車也OK 好 這邊就是在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那這一場比賽喔 兩... MBL雖然一直都是在時代領先的部分喔 但一直被壓著打 可能MBL最近也在練習喔 防守反擊這件事情 不再繼續像黑拉這樣子 一直使用大量比勇區爆 那... 但是最近MBL也在學習黑拉吧 黑拉也是有點轉成像 VIPER以前那種感覺喔 防守反擊 所以... AN戰隊喔 最近也是... 在練習當中 展出一些 跟他們以前 以往不同的風格出來了 好 這裡補下了品種 還有馬凱 輪走技術也補了 MBL這邊要不要直上以下手推車呢 這邊手推車補一補的話 待會就不用再考慮 地龍時代要補經濟科技了 好 這邊再補一個城堡 然後來進行工程這邊的城鎮中心 好 左邊偷偷按了一台 偷司機 再來攻擊這邊的城鎮中心 也可以考慮先打這邊的村民 打個一發 哇... 好痛 結果像在附近被控住有點難受 但還好這塊腹肌還沒有被抓包 好 城堡現在建起來 這棟城鎮中心應該也沒了 這時候摩地人 在外面修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要把這個安全支援點給顧好 並不是真的想要繼續開弄 只是覺得前面有城鎮中心比較安心 好 印度斯坦這邊升到了 帝王時代之後補了一級弓 剛剛是不是卡頓了一下 後面突然停住了 嚇到我 好 這邊重裝鎮鎮也補下了 OK 打的還是一個鎮鎮主線的任務 那鎮鎮確實打伯地人 是一個首選單位 但是工兵單位就不太好解決了 好 這邊重裝騎兵 看到一個洞直接溜了進去 看到了黃金礦沒有人 然後這邊再繼續分兵 但鎮鎮已經開始南下營救 這邊想要補一個魔防 但這邊補魔防很危險喔 這邊四片農田 還沒有被拿下來的關係喔 所以待會村民可能會到城堡的射程裡面 進行開農 好 下方的重裝騎士 沒什麼在空的關係 直接被收掉了三隻 下方的騎士也在打農田 好 正面的巨型偷司機 已經正面開拆 上方的城堡也已經拿掉了 黃金礦這時候升到帝王時代 沒有第一時間點下遊俠升級 而是先點了三級防禦優先 後方的老頭想要招牆帶 沒有來的幾招嗎 OK 招到了一隻 後面的弓兵 沒有點到老頭 老頭在抖動 OK 最後還是被射掉了 好 結果正面的石頭 被補個地人開始大爆挖一波 我們地人這邊有點卡人口 150人口還在停滯當中 趕快補個房子吧 哇 沒有在補 好 正面巨型偷司機去開拆 三台巨型偷司機開拆的話 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城鎮中心有要修嗎 稍微修一下的話 是有機率可以保住的 要看MBL有沒有這個 心力喔 可以去注意這個城鎮中心 好 看來沒有注意到 沒有辦法 找到地龍時代 很多事情喔 大家都在到處亂竄 要防守本來就是一件 不太容易的事情 好 駱駝中升到重裝駱駝 防禦還沒有升上去 MBL這邊的工坊 沒有什麼在升級 而是先轉出大量的單位 這時候博恩地人已經點下了油俠 還有重裝長槍並升級 好 正面巨型偷司機就去開拆 好 往前架了一個 巨型偷司機開拆城鎮中心 後方的重裝騎士喔 做到了蠻多事情喔 已經屠殺到了MBL50隻的村民 後方的重奪路頭數量還是不夠多喔 欸 結果後面有一坨 沒有去追 好 現在再忙著控前線 好 上方的城堡也拿了下來 好 家裡終於用重裝駱駝給守住了 那工坊的部分喔 還是要趕快升喔 不然越打越虧啊 還好印度斯坦的駱駝攻擊速度是真的快 好 正面稍微反打回去了一波喔 博文帝開始有點節節敗退的感覺 但是只要擠兵役出來 這個槍兵升級好之後 駱駝就沒有這麼上風喔 博文帝人喔 也是很常打長槍兵配遊俠的一個配置喔 跟法蘭克人一樣 槍兵配遊俠 是對付駱駝國的一個大好利器喔 那後期呢如果對方再轉出一些工兵啊 或是一些奇怪的東西喔 也可以轉出自己的火槍兵喔 然後去做反制喔也沒有問題 博文帝人的火槍火炮 傷害力是特別高的 有這個25%的攻擊力的加成 好 正面狙行投資機本來想要收起來 但是想要第一時間去收掉對方的城堡 但看起來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拿下 這邊修煮城堡的人數實在是太多了 23隻村民 正面的駱駝解掉了遊俠的問題 叫做後方的巨型投資機 全部被遊俠從封面部拿下來了 這波遊俠的交換並不虧 反而有點賺 MBL這邊攻防並沒有繼續升上去 二級龍也沒有點 手推車也沒有 那博文帝這邊呢雖然沒有點手推車 但二龍二木都還有的 好 這時候MBL了 意識到了自己的 部隊的裝備 精良度不足的問題啊 趕快給這個軍隊更好的一點武器跟鎧甲吧 不然這樣繼續打下去喔 可能會有點受傷囉 越打越虧啊 好 那如果看到對方轉出槍兵的話 MBL要馬上補下火槍喔 轉出更多射箭場 去轉出自己的火槍兵喔 進行防守 那火槍兵打遊俠也是會有傷害的 雖然沒有打步兵傷害有額外增上效果 但至少還是一個不錯用的 打遊俠的遠程單位喔 火槍兵在上面修了一個城堡 但MBL好像沒有發現到的樣子 家裡的敵方建築物也被拆得差不多 後方的附近已經挖完了 這邊的金塊要趕快挖一下 才會有機會守住喔 但這邊是不是有個洞喔 還好沒有 趕快拿一些駱駝到下方目的地 但是後方長槍兵也已經過來 還是有發現的喔 車主城堡熟應該是有看到 這邊已經有巨型偷司機加了起來 這邊長槍兵戳掉了駱駝很多血量 就快要將近一半的駱駝變成殘血了 駱駝這邊點下了二級的馬卡 這邊想要衝鋒巨型偷司機 但這邊車門來不及修好 補一個房子 直接補齊 這邊遊俠直接被包夾 損失了一些數量 這波MBL組成打法打得非常好 後方又有一個駱駝頭司機 但這邊又有人在偷修馬舊 這邊遊俠直接衝鋒一波 也不管你到底有沒有城堡 後方三台駱駝頭司機已經架了起來 遊俠跟長槍兵直接進行大量攻擊 路透這邊也是直接上去打個一波 遊俠這波衝鋒打得有點厲害阿 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MBL的村民已經只剩120吋 120吋打下143 好這時候不過地人點下了三弓 那待會長槍兵也可以吃到三弓的紅利 留俠三弓 長槍兵也三弓 這時候點下了銀罐科技 大幹道 大幹道這個科技呢 可以讓獲取黃金的速度增加10% 對於聖物阿 或是挖黃金 都會負責這個效果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點 大幹道 不確定是不是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因為黃金其實快挖完了 而且聖物也沒什麼在剪 好 而且野精的部分也被對手挖走 下方的城堡也被蓋了起來 正面的城堡也被打爆 MBL這邊會有點危險 雖然後方城堡的威脅已經解決掉了 但是駱駝的攻防還是沒有升到最頂 好 帝王駱駝也沒有升上去 好 這邊直接要來跟對方搶黃金來挖 太狠了 MBL看到這下面已經傻眼 好 但還好印度火衝已經升級好 射程變成7加2 非常遠的射程 對方5台均勻投資機 開始拆除外圍建築物 沐浴前 印度斯坦這裡是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有效去克制對方長槍兵 只能有火槍去慢慢削減對方的數量 而且也要用一些駱駝去保護火槍兵 不然火槍兵被遊俠衝鋒 也是會被輕鬆吃掉的 所以為什麼MBL這邊的駱駝 要一直在這個地方 不去追擊對方的遊俠 那對方的遊俠就可以很有效率的 去進行分推 去燒好後方 好 這邊遊俠要進行衝鋒 有點失誤的樣子 火槍打個一發 快半血 這邊巨型投資機直接用巨頭來反制火槍兵 哇 打掉了一些數量了喔 這個巨頭反制意外的有料 但是也是被點掉了一台 巨型投資機 那這樣交換比的話 巨型投資機就不會太虧了 好 這邊還在繼續炸 MBL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火槍兵 還在對方的巨型投資機的射程裡 好 下面的黃金被奪走 印度斯坦這邊黃金已經歸零 只有兩個聖物在家裡 伯恩蒂人 後期還有伯恩蒂葡萄園 可以增加自己的農夫喔 增加黃金的產量 所以黃金也是會繼續往上跳 但現在好像是靠著聖物喔 沒有 安靜點伯恩蒂葡萄園了 這個黃金跳的速度 看起來就是有點 OK 伯恩蒂有無限黃金 MBL只有兩聖物的黃金加持 後期該如何打呢 而且附金跟野金也被對手給挖走 現在要反擊回去 看起來是南上加南喔 左右為難 好 更多的遊俠再繼續騷擾 下面的馬座也快要修好了 這邊伯恩蒂人轉出的是弱馬 黃金可能是要留給工程器或是遊俠繼續生產 好 這邊長槍兵戳到了非常多的駱駝 但駱駝也是打掉了四台巨型頭C 這邊打的速度效率非常好 但是裡面的城堡只剩下最後一棟在後方了 這邊要趕快點他三攻三防也是很困難的 所以如果現在點三攻三防就沒有工程器 可以繼續往前推給自己手壓力 如果不能給到對手壓力的話 自己就會一味的挨打 好 後方的弱頭繼續在防守當中 但是伯恩蒂人這邊多線喔 打的還算是蠻漂亮的 上下多線一直有兵在騷擾 但MBL也是極力在防守當中 但是前方巨型頭C又在被拆掉了 這裡又在被拆掉的話可能會有點難打 因為沒有足夠的黃金可以繼續攻城 MBL這時候準中午點下的耕種技術 終於讓弱駝的跑速變快一點點了 不然永遠追不到對方的遊俠跟弱馬 是一件很難受的事情 三級的馬卡也補下了 這隻160遊俠還是給的壓力很大 MBL也不敢掉以輕心 兩邊都在差不多時間點下的手吹車 工會制度還有建築學 上方這裡修了這麼多東西 4個軍營 5個馬舅 2個射箭廠 看來是要來給MBL一個垃圾大套餐 在毛兵配上槍兵 直接按到底這個排層是甚麼回事 排層塞滿了 裡面看起來很熱鬧 但是現在伯工地人有點滿人口 房子忘記補到200人口 可能是剛剛神寶被打掉 忘記補下人口 這邊遊俠直接衝鋒 抓到了一些火槍兵 火槍兵這邊也開始甩槍 還是有打到一些遊俠的血量 這邊直接往前 但是 駱駝直接被長槍兵給海燕了過去 長槍兵見撞 火槍兵離我這麽遠 那我們就上前無腦衝鋒吧 這邊衝鋒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長槍兵繼續往前 火槍兵直接被包圍住 遊俠也補了過來 這邊的火槍兵數量只剩下13隻 數量越來越少 長槍兵繼續往前想要包夾 遊俠繼續往後跟 後面的戰寶兵進行包夾 火槍兵 火槍兵這一坨終於被解掉 印度斯坦已經輸去自己的主力 也同時打出了聚聚 哇 MBL這一把打得有點憋屈啊 但不關地人 這個文明 本來是會被印度斯坦給壓制住的 但我覺得他打得非常好 因為他遇到印度斯坦 也不為印度斯坦的駱駝 反而一直打多線 強軍士給對手壓力 讓MBL沒有這樣正常的開農 甚至一些重要的礦點被控制下來 石頭跟附金都沒有辦法正常的挖掘 讓MBL這邊損失了大量的經濟 當然我覺得更多的是 這場MBL的失誤有點多 這個工坊忘記補就算了 那自己的一些經濟科技 有沒有馬上補到最好 這個也是讓他一個很受傷的問題 還有單道血也沒有補 所以讓城堡的防守效果 有大打折扣的一個問題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伯恩蒂人拿到經濟的全面勝率 這個也蠻不意外的 畢竟伯恩蒂人本來就是一個開農型的本名 經濟來說本來就會很好 黃金上來說也是一定會以MBL這邊的 有這個伯恩蒂葡萄園 石頭部分就有點太過分了 多挖了4000多的 因為挖了MBL 將近一個主石的石頭量 這個真的是太過分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你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